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规模的给气球放弃 引爆那些没有系统性风险的债务 比如PRP 放弃的如乐市 海航 万达等 然后为企业扩充资本金提供战略性机会 再就是等待时机 等待时间窗口开启 择机降息 美国的处理方式是 继续吹泡泡 无论是美股还是美债都是如此 美股涨了又涨 美国政府债规模一再扩张 现在呢 美股泡沫破了 美国为期11年的牛市结束 美股现在的下跌类似于2015年A股的下跌 断崖式 30米高台跳水式 因此 中国的战略机会来了 以此为标志 属于中国的战略时间窗正式开启 二 美国的核心利益 一 只从美国的范围看美国的核心利益 如果只从美国的范围来看 美国的核心利益是美债利率 美国接近30万亿的政府债券 包括国债和地方债 债券利率为30% 则年需支付9000亿美元的成本 债务利率1% 则年需支付3000亿美元的成本 现在 美债收益率不足1% 未来美国政府发债成本 必然下降到1% 甚至更低 那么 美国扩大国债和地方债的游戏 就又可以玩下去了 而且 跟3%相比 美国国债支付成本 大致年节约上千亿 甚至几千亿美元 这是美国政府 美联储和美国投资人 都会算的一个账 2019年 美国GDP21.7万亿美元 增速2.3% 2019年底 美国国债23.3万亿美元 地方政府债6万亿 共29.3万亿 长期来看 美国经济增速率2.3% 是算偏高的 我们以此来预计 则 如果美国国债利率高于1.703% 则 美国GDP的增量都支付利息去了 美国的这个游戏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 因此 低利率是美国立法司法行政系统 继续借债的前提条件 这是美国利益的根基 也是美国政府存在的必然选择 也是美国国债继续的根本选择 未来可能某一天 美国国债会出现负利率 美国政府用了你大量的钱 你还要倒给它利息 当美国国债规模达到某个临界点 这种选择的出现就是必然 这是数学必然的规律使然 看清了这个 就看清了美国政府和社会的财富游戏的一级 因此 在美股和美债两个泡沫中 资本家的选择一定是美股高涨 但美国政府的第一选择 在美股处于高位时 利率低于高位时 一定选美股 美债是美国政府存下去的前提 所谓的战略利益事业 所以 未来美国会降息 会放水 原因就是政府的利益使利率下降 而降息和放水有利于股市 资本家的利益就在这里 这是很自然的逻辑 二 站在美股的立场 放眼全球看美国的利益 本次全球金融市场大动荡 如果站在美国的立场 放眼全球看美国的利益 那么美国的利益有哪些呢 三点 第一 让美国再次伟大 这个取决于制造业回不回美国 主动权并不在美国 当然 美国也有一些办法 但没有主动权 第二 干掉中国 这当然是美国的战略选择 是地缘战略中的首选 这一次 如果不能干掉中国 跑赢欧洲和日本 第三 危机后抄抵全球 关于美国在这方面的手法 我是1998年自己研究出来的 危机后 美国一定会抄抵全球 历次危机都是如此 也是美国至今 仍能维护全球金融强国的秘密之所在 而且 我们只要看看 巴佬现在手握的现金资产 有多少就知道了 人们往往关注巴佬的持仓 而较少关注他手持的现金 和类现金资产数量 这会以偏概全 罗杰斯这些年一直在全球游荡 从这国玩到那国 就等着这样的大跌的机会呢 三 中国的核心利益与战略选择 一 只从中国的范围 看中国的核心利益 如果只从中国的范围 看中国的核心利益 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只有两个 一 是中国经济崛起 2009年我们判断中国未来将是又一个百年盛世 当中国GDP总量为34万亿 现在十年过去了 2019年中国GDP出值为99万亿 一般的 统计局最后会做一个社会抽样调查 调查完毕 会有一个修正 修正后 估计中国的GDP会在100万亿到102万亿之间 相较2009年差不多增长了两倍 现在 如果回头看2009年 我们当初的判断 应该说对国家发展大势的把握是极其准确的 好像2017年还是什么时候 我预算过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第一的时间 不算人民币汇率未来波动的因素 早在2027年 晚在2032年 最晚不会超过2035年 也就是纯粹从数据研究 从趋势判断的角度来看 未来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趋势很难阻挡 因为趋势已成 如果考虑汇率升值 时间会提前 这个时间判断 现在已经基本成为大家的共识 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的谈中国GDP第一的时间 基本都是在2027左右 二是祖国统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了71年了 但还未统一 历史上 任何一个强盛的中国 都不可能领土都没统一 这是中国历史规律在当代的体现 在中国经济崛起之时 未来五到十年 国家统一是历史必然的选择 它服从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周期规律 二 站在全球角度看中国的利益 上述两个利益都涉及到美国 但本次全球大动荡之后 中国还有一些国家利益 当然这些国家利益服从于前面的两个利益 这里 我只从经济与经济相关的角度来谈 一 中国金融安全 它主要包括四个层面 第一 房地产 经过这些年的努力 中国终于将房地产稳住了 而且开始了以时间换空间的横盘 未来因为经济较为艰难 不排除房价会缓跌 但一定不要选择急跌 也不能像某些人期望的那样 将房地产一棍子打死 总体上来说 在这方面 中国形势不错 会采取措施也比较有效 且未来是降息周期 因此 只要在动荡期稳住了房子 不大跌急跌 就不会有大问题 第二 外汇储备 2015年底 中国外汇储备33303亿美元 2017年原底 最低为29982亿美元 中国后来也就这一个月 低于3万亿美元 今年2月数据为 31067亿美元 应该说 从2017年元月开始 中国外汇政策的转向 是极其成功的 中国外汇储备从那时候开始 从急跌转向了长期横盘 这保障了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 也保障了中国服务贸易 货贸易进出口的平衡 及国内国外投资的平衡 上波美联储加息缩表 瞄准的正是中国的外汇储备 但至今为止 美国货币政策已经转向 而且随着股市的动荡 美联储未来两三年 甚至更长周期内只会放水 中国外储总体相对安全 也即在上一波 美联储加息周期内 我国基本达成了 自己的战略目标 保持了外汇储备的基本稳定 中国目前进出口结算 每年大约有7万亿 是用人民币结算的 而且年增速估计在10%到20% 未来随着中国进一步扩大 进出口人民币结算范围 美元在中国金融安全中心的战略地位 就会缓慢下降 当然规模仍然很重要 只是从长期来讲 美元的战略地位一定会下降的 这个趋势已经不可逆转了 也因此 未来从长远来看 中国可能并不需要这么多的美元储备 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可以用手中的美元 干些大事了 第三 企业债 前三年 中国通过缓慢放弃 将企业债风险控制的还算比较成功的 未来CPI一旦回到3%以下 特别是处于1%以下时 中国降息周期就自然开始 只是现在从PPI来看 还处于通缩周期 中国有企业仍然会面临破产风险 处理不好容易引发债务风潮 因此 在通缩周期内 企业债务问题会开始显现 可是从总体上来讲 随着降息的时间窗的开启 随着美股的大跌 中国必然进入降息周期 一旦进入降息周期 一旦稳住了通缩周期中的破产潮 中国企业债的问题 就会自然迎刃而解 关于这个方面 可以参看我以前 关于中国降息的不等式解释 中国的企业债 与美国的政府债 实际上是一个问题 就是怎么少复息 将游戏长期延续下去的问题 美国选择降息 通过国债价格上涨 挤压利率空间 中国到时也只有选择降息意图 指此意图别无他法 这个问题解决了 企业债的泡沫问题 就不是问题 也就没有了泡沫 它自然就会迎刃而解 第四 通缩与通胀 全球在这个通缩的周期内 必然有一批企业会死掉 中国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就看谁最不伤筋动骨 因此未来两年 中国为了金融安全计 选择维护国内企业就是必然 为的就是不伤筋动骨 美国也是 美国的货币政策 现在还有价值空间 可降不了几次就没有空间了 稍远一点 未来能够选择的 就只会是数量 从中国国家的角度 应对通缩的局面 一是国内要扩需求 二是国际上只需要保证 自己的成本低就行 在这方面 实际上是全球需求不足 然后看谁的市场份额 能够保住或扩大 要保市场份额 对各个国家来讲 只要做好两件事就行 一是产品的创新 用新产品打开新市场 即搞好供给 二是保证利润率 其中的道理就在于 成本和费用最低 就是拼成本和拼费用 你只要成本率比别人低 费用率也比别人低 你就一定存活下来 你的市场份额就能保住 甚至有所扩张 这个道理放在哪里 都是一样的 因此 从国家层面来讲 未来中国需要帮助企业 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产品创新的问题 二是降成本 降费用的问题 三是税和五显一金 看这方面有没有下调的空间 这些方面 我在前些年写的如何 同特朗普打金融战 系列文章中都有讲 那里的思路都是一样的 到现在也不会有大的变化 中国企业的成本低 费用低 就能够存活下来 等到下一个春天 只要存活下来了 到下一个春天 中国经济就会面临 很好的局面 会率先复苏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 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